尊食膽小鬼 清朝中叶,青山苑有一个布衣秀才 叫做陈尚平 四次落榜之后,就变得意志消沉 整天只蹲在家,哪里都不去 有一天,陈尚平嘻嘻地去到陈虚 看到前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 不知道在谈什么 陈尚平就去听他们说什么 原来这天,山上的潮夫和猎户 都离奇死亡 收拾一条儿子回来的人 都说山上有女妖,见人就舍 陈尚平听了之后,马上醒神 因为他读了十几年书 根本不相信有什么鬼神 听到这些书,他就很好奇想去看看 一看,陈尚平不理三七二十一 说入山就入山 但是,走了很久 都看不到有什么不尋常 陈尚平心里想 自己觉得这么说 生和死有什么分别呢? 即使自己被妖怪吃了,也没有洗肝 想到这样,他就大声地叫 喂!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大作 吹到陈尚平,闭不开眼 过了很久,风才停下来 陈尚平,闭开眼一看 自己,已经站在一个山洞里面了 陈尚平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是哪里来的? 一把很魅惑的声音就回答他 这里是狐仙洞,也是我家 从阴暗处走出一个美丽的女子 陈尚平就问他 你就是女妖? 女子笑着地回答他 哈哈,我像妖吗?我是狐仙啊 陈尚平轻密地笑着说 先有食人的吗? 我一看你,最多就是 对成精的狐狸仔而已 哈哈,你别管 既然你知道我食人 为什么还要上山啊? 难道没有我会死吗? 陈尚平又回答他 我生歐歐和死了有什么分别啊? 虎读了十几年书 还是个穷书生 壮志难愁 不如你把我食了 我还可以解脱啊 女子又说 我从来都没见过一个临死之人 是不害怕的 我很欣赏你这么够炮 我不单止不食你 还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你说啊,你想做官 还是要金银啊? 陈尚平快问他 此言当真? 女子说了 陈尚平就跟着说 那好,我要做官 只得金银 没有权力 还是会被人欺负的 做了官 自然就有金银啦 女子继续说 好啊,一个月之后 朝廷又会再开恩科 到时候 你去考就可以了 我保证你考得上 陈尚平都没反应过你 忽然有狂风大作 等他抹开眼睛那时 就已经回到刚才的山林里 陈尚平很高兴地下山回家 一个月之后 果然 朝廷就张贴告示 说皇上 仇丹章志 会加开恩科 陈尚平 看到告示 就好像收到金那样 心想 女妖 果然没有困我 又过了一个月 陈尚平果然高中 还顺利做了青山园林 做官没多久 陈尚平就暴露了她的本性 贪财又迷戀女色 虽然 陈尚平自己是毫无正职 但是 她还想着升官 她觉得 只是做一个怨恋仔 实在是委屈了自己 就这样 日思夜想 陈尚平这一晚 就发了一个梦 梦里边 女妖帮她完成了心愿 做了大官 有享知不尽的荣华富贵 醒了之后 陈尚平仿然大悟 心想 我为什么不去求求女妖呢 叫她再帮我便可以了 于是 陈尚平买了不少鸡鸭 还有点美酒 快马加鞭 来到山林里面 陈尚平落了马之后 就开始叫 狐仙 陈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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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口细细地说 不会的 不会的 你这样帮我 不是想吃我 有什么好害怕呢 狐仙靓女 你吃这些吧 我买了很多鸡鸭 来孝敬你 说完 就放下了手里面的鸡鸭和鸡酒 女子 看看地上的东西 就说 说吧 你这次来 有什么要求我 陈尚平 就立刻说 狐仙 我想升官发财 我不想做这些 芝麻绿豆大的怨领 你帮下我 让我做个大官 最好 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女子说 你做不到什么大官 这样 我让你做个秦府 秦府 是一个地方最大的官 比在皇上身边 都不知好几多 陈尚平一听到这样 即刻笑到见牙不见眼 回到阅牙后的第三天 陈尚平就接到了 升职通知 自己果然就做了秦府 说得没那么快 陈尚平就 走马上任了 做了秦府之后 陈尚平更加肆无忌惮地挂钱 天天都是醉生梦死 只懂得享受 不惊不觉就过了半年了 这一天 陈尚平又发了一个梦 梦见个女妖妖要来找她 收回所有的荣华富贵 将她打回圆形 醒了之后 陈尚平客出一身冷汗 第二天早上 陈尚平就马上买了几只生鸡和美酒 马不停蹄地来到山洞 女子就问她 你因什么事又回来 陈尚平快速跪下和她说 胡仙胡仙 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不要收回我所有东西 我不想就像以前那样说了 我都不求什么升官了 好像现在那样我就很满足了 女子又问她 你怕我收回你所有东西 陈尚平猛地说 是啊是啊 昨天我梦见你 要收回我所有东西 我真的很害怕 都没等陈尚平说完 只见那女子突然 抹开血盆大口 一口就吃了陈尚平一条手臂 陈尚平忍着剧痛说 你为什么要吃我 女子就说 我修炼的法术 是要吃懂害怕的人才有益的 前几次你没害怕的东西 所以我才不吃你 现在你已经有害怕的东西了 我当然要吃你增加道行啦 就在即将断气的一刻 陈尚平悔不当初 自己当初天不怕地不怕 现在竟然被权力和金钱 蒙蔽了双眼 倘若自己能够保持初心 做个好官 或者 就不会有眼前的灾祸啦